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昨天为国内成绩优秀的生生学子 捎来了好消息 他保证从今年开始 所有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当中 取得10A以及以上成绩的优秀生 无论种族或背景 都有机会获得大学预科班的入学名额 安华今天就重申 开放名额绝对不会影响土著学生 政府会继续维持配额 因为联邦宪法第153条款已经阐明 马来人沙巴和沙拉越土著的特权 安华今天在首相署长阅集会上强调 开放大学预科班名额的决定 政府在捍卫绩效之际也会捍卫正义和公平 安华昨天宣布 今年起所有考获10A以上的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 不分种族及地区都有机会到大学预科班就读 教育部长法迪娜预计会在今天公布详细情况 教育部长法迪娜预计会在这家出身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